2022年 挪威的人均GDP达到了惊人的10万6千美元 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卢森榜 按照挪威的综合税率 一个典型的挪威四口之家的夫妻工资收入 高达29万美元 即使抵消掉该国的高消费税之后 依然有相当于在日本3200万日元的购买力 这在日本足以排进前5%的家庭收入水平 并且挪威国民还享有当下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社会福利 着实是令人羡慕 21世纪的挪威 以高福利国家 环保先进国和人权国家而闻名 由北欧先进国之称 然而历史上的挪威 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北方的乡村国家形象 挪威人长期以来与临近的丹麦瑞典 英格兰等国斗争制衡 最终还是被排除出了政治中心之外 从今天起 我将总结这样的北欧乡村国家 成为国民生活水平世界一流的发达国家的历史故事 这里是花扇礼 也关注当代和世界的历史演艺频道 记得先点赞订阅哦 挪威有人居住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4000年前 当时厚厚的槟城融化之后 挪威的海岸线才出现在海平面上 在石器时代 挪威原住民们以捕鱼和狩猎为生 直到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1800年 新石器时代 农业传作了斯堪迪纳维亚半岛 而后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到来时 挪威原住民也跟随欧洲大部队发展农具增加收入 农业人口逐渐占据主流 之后挪威也涉及于罗马帝国的发展 大量罗马制造的奢侈品被带到挪威 之后成为当地权贵的权威财产 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形式得以发展 而后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 和西罗马帝国解体时 南部大帝国的瓦解 导致野蛮人大量涌入挪威 为了对抗他们 当地社会组织形式进一步发展 开始形成了独立建国的基础 公元六世纪末 挪威遭受到瘟疫袭击 人口锐减 到了七世纪 瘟疫后的反弹和新式农业活动的普及 又使得人口急剧增交 一增一减之间 老一代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 此外 随着法兰克王国梅洛文吉王朝的发展 挪威从法兰克的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各部落的权贵们 也开始通过联合其他的统治者来提高自己的威望 满足领民的需求 组织度的发展和对海外财富的认识 使得罗威人开始了一种很特殊的生活方式 他们踏上海洋探险 试图从海外获得财富 这标志着维京时代的开始 一提到维京人 人们通常都会想到攻击沿海村庄啊 烧杀抢掠这些 但这只是一方面的形象 一个维京人通常都有多面的身份 农民 商人 手工艺人 开拓者和士兵都是他 在农贤时期 他们就沉船前往国外贸易 以获取北方缺乏的食物和建立威信 但是如果谈判失败 有些部落也会使用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 当时那些充满挑战精神的维京人 会沉船向西开拓未开发的土地 然后在新土地上建立殖民地 而那些不喜欢这么麻烦的维京人 就更喜欢直接出海截略 闭环的属于是 在公元七八世纪 维京人的船舶性能要比当时其他国家的更好 不仅可以在远洋航行 而且机动性能也更高 他们利用这种机动性优势打游击 袭击和掠夺就变得容易了很多 而且从幼年时期 就习惯使用武器和马匹的维京人 出现在欧洲的各地 也都是战斗力强大的人群 维京人的截略范围 甚至包含了北非和中东的一些地方 而挪威的维京人则主要在 不列颠岛、瑟德兰群岛、法罗群岛、奥克尼群岛 和赫布里底群岛等地活动 他们的定制范围最终达到了苏格兰北部 马恩岛和埃尔兰岛东部 现今的宾岛和格林兰岛 也是由维京人在那一时期到达并殖民的 到达格林兰岛殖民的红发的埃里克 和他的儿子幸福的莱布尔的事情 也算是现在关于维京人的有名故事 维京人甚至还到达过美国东海岸 这已经是现在的纽约附近了 但是和维京人比 还是北美原著名更武德充沛 最终维京殖民者撤出了他们的定居点 到了九世纪后半夜 挪威各地的豪族之间爆发了权力斗争 支配挪威东部地区的美法王哈拉尔 打败了其他地区的豪族 最终实现了挪威的统一 在他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尚王哈肯寄问 尚王建立了统治制度和国防机制 奠定了挪威国家的基础 另一方面 这位尚王在年轻时 也曾被作为人质送到英格兰 在那里 他接受洗礼成为了基督徒 他希望改变挪威传统的自然崇拜 改立基督教为国教 但是国内的反对很大 最终没有做成 不过一个基督徒国王的出现 使得挪威在欧洲主流世界中的形象大大提升 尚王哈肯之后 挪威又出现了几位 并非出自美法王哈拉尔的 尤格林家族的国王 到2015年 尤格林家族的奥拉夫哈拉尔 成功复比哈拉尔一族的王位 视为奥拉夫二世 奥拉夫二世致力于挪威的基督教化 他以传统宗教的祭品仪式 是野蛮行为为由 限制这些宗教活动 又在议会上通过了特别教会法 他下令摧毁过去的神殿和偶像 在各地重新建立基督教坛 他自己也成为了挪威最高级别的教会圣职者 当然 地方豪族们一定会反对这种极权 最终当单人的王克图特征服丹麦和英格兰时 挪威的豪族们站在克图特一边 将奥拉夫二世驱逐出境 奥拉夫二世为了从政旗鼓 率领军队返回挪威 但在与地方势力的战争中战死了 他死后 克图特的儿子斯维因阿尔菲瓦松 成为了挪威国王 不过他登基时只有10岁 丹麦人的统治还非常的脆弱 当时的政治决策权还勉强建立在挪威本土势力平衡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 奥拉夫二世的遗体后来被秘密运到了挪威安葬 令人震惊的是 一年后人们重新挖开他的墓地时 他的胡须和头发竟然还在生长 看到这个奇迹 挪威人纷纷开始皈依基督教 并把奥拉夫二世当作是出现在挪威的基督教圣人供奉 奥拉夫二世的祭坛 位于尼达罗斯 也就是现在的特隆赫姆 这里成为朝圣地 奥拉夫二世也成为了挪威的守护圣人 随着人们对奥拉夫二世的哀思和尊敬之情不断升温 曾经参与杀害奥拉夫二世的有利人物卡尔夫安松 来到了奥拉夫二世的儿子马格鲁斯住的加尔达利克 向他宣誓效忠 失去了地方势力支持的丹麦国王斯维因 于是不得不放弃了挪威王位回到丹麦 马格鲁斯成为了马格鲁斯一世 继承了挪威王位 尽管在很多地方上旧有的习俗仍然存在 但是挪威还是成为了一个大体上的基督教国家 在挪威统一和基督教会普及的这一过程中 国家层面对国土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掌控方式 逐渐朝封建化发展 维京时代的土地和农田都是个人所有的 而到了13世纪 挪威大部分的土地都成为了国王贵族和教会的财产 而且挪威地形复杂众生又很大 移动起来非常困难 地主们即使拥有土地 也很少会去访问 即使是挪威的店户 也过着远超当时欧洲主流地区农民的自由生活 在当时各国农民的赋税对比中 挪威属于绝对的轻赋税地区 和现在一季绝成的60%综合税率完全不同 时间来到14世纪 哈肯武士国王去世之后 挪威的王冠落到了他的孙子 年仅三岁的马格鲁斯头上 而这位年幼的挪威国王却也有瑞典国王的宣称权 而且瑞典人还就选了他 挪威瑞典成为了联合君主王国 不过这样的情况并不长久 瑞典人最终驱逐了马格鲁斯 1343年挪威人也驱逐了他 挪威和瑞典的联合君主连一代都没有延续 之后挪威王国参事会 选择马格鲁斯的赤子哈肯作为哈肯六世继承王位 1363年哈肯六世与丹麦国王瓦尔德玛四世的女儿马格鲁特结婚 两人采下了继承人奥拉夫 前任国王过世之后 这位奥拉夫便继承了两顶王冠 成为了丹麦国王奥拉夫三世和挪威国王奥拉夫四世 这样挪威和丹麦成为了联合君主王国 但是两个国家的联合 一开始并没有使得他们开疆拓土 反而带来了政治混乱 而且在这一时期 黑死病席卷挪威 所导致出人间炼狱 当时挪威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都死在了黑死病 而后大量劳动力死亡 又导致了大饥荒 到了15世纪 大半的挪威人都死于这两场灾难 即使是和200年前刚刚完成封建化的时期相比 挪威的人口也锐减了一半 反映到权贵阶级上 国家不能获得来自农民的税收 大大削弱了王权的统治力 贵族也变得穷困潦倒 虽然农村因为人口的减少而增加了空闲土地 但是统治阶级的衰落影响非常的显著 挪威在外交场上开始被认为低丹麦和瑞典一等 当然丹麦和瑞典并不是没有受到黑死病和饥荒的影响 他们是对农民进行了更加残酷的征税来维持统治 在奥拉夫四次去世之后 王后玛格丽特设计 让与他有亲戚关系的波美拉尼亚公爵家族的埃里克即位 同时他还向瑞典发动了进攻 将瑞典国王阿尔布雷特驱逐出境 埃里克成为了瑞典国王 于是挪威瑞典和丹麦三个北方大国拥有了同一个国王 称为卡尔玛联盟 虽说挪威的国王是埃里克七世 但是实际的支配者是玛格丽特 他在三国都削弱了参事会的权力 强化王权 并且试图让挪威和瑞典重属丹麦王室 随着卡尔玛同盟组织的稳固 也就变成了北方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自然而然的就与同样在北欧经营的德意志人产生了矛盾 玛格丽特和埃里克七世都感到 垄断了斯康迪纳维亚商业的北德意志联邦汉萨同盟 是个巨大的威胁 于是他们积极推进反德政策 德意志人自然也不会束手待毙 卡尔玛联盟与汉萨同盟就进入了战争期 这导致生存物资本就贫乏了挪威和瑞典地区的居民 负担更加的沉重 后来瑞典人发动了叹乱架空了国王 成功脱离卡尔玛同盟 1513年 新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 为了重建卡尔玛同盟再次出兵瑞典 为了警告瑞典人反抗王室的下场 战胜之后 他屠杀了82名贵族和神职人员 史承斯德哥尔摩血案 不过他这个行为实在是过于自信了 被他吓到的不仅有瑞典人 还有挪威和丹麦的贵族们 大家一合计不如先下手为强 瑞典和丹麦的贵族们于是发动了联合起义 克里斯蒂安二世战败流亡 16世纪前半 德国发生了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主张的路德派教义 在丹麦和挪威广泛传播 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支持罗马天主教的既得利益统治者们感到危机 挪威大主教奥拉夫·恩格尔·布雷克松 为了防止挪威变为路德派 采取了各种手段 但在沉重的奴役和压迫中 要求解放的思潮不可逆转 最重要的是 随着十字率的提升和翻译本出现 越来越多人都能看懂圣经原文 服务于剥削的圣经解释 暴露了他的谎言属性 大主教的抵抗最终失败了 之后他本人也逃亡到荷兰 而在丹麦 克里斯蒂安二世的堂兄弟弗雷德里克一世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克里斯蒂安三世继位 而这克里斯蒂安三世 却是宗教改革的支持者 丹麦国内的天主教支持者们 于是希望赢回克里斯蒂安二世 在现实利益的损失面前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杀身之祸 又算得了什么呢 总之围绕丹麦王位 爆发了伯爵战争 最终是克里斯蒂安三世获胜 1537年 他成为了无可争辩的丹麦和挪威国王 宣布在他的王国之内实行宗教改革 这些改革使得国王有能力定义王权和教权 因此天主教会的势力受到了很大打压 财产和领地的没收也随之而来 另一方面 丹麦的宗教改革也附带了行政机构改革 这使得远在哥巴哈根的国王 能够更深入地支配地方行政机构 挪威贵族们的势力也随之进一步没落 在政治层面上 挪威和丹麦的不对等关系已经无可逆转 在这之后的几百年 挪威一直是作为从属国艰难的生存 不过在这一时期 作为一个国家的丹麦和挪威联盟 最大的假想敌是他们曾经的盟友瑞典 16世纪时的瑞典 已经发展成为斯康迪纳维亚地区的商业中心 他们靠出口亚麻 麻 松香 木材 等等巴尔特海沿岸的物产而繁荣发展 但是要想从船上出发 穿过挪威海峡进入北海 前往英格兰 荷兰 甚至是新大陆 就必须要经过丹麦领土的埃斯特海峡 丹麦国王对海峡的通行征收了巨额通行税 这为丹麦带来着巨大的财富 瑞典人当然是希望摆脱丹麦的束缚 这种关系导致了两国之间的对立局面 丹麦罗维国王克里斯蒂安逝世 担心瑞典对于北部和巴尔特海的影响力增强 于是对瑞典东南部的卡尔玛尔要塞发动了干涉战争 始成卡尔玛尔战争 迎战的是瑞典刚刚登基的新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 以后他会在30年战争中飙饼死策 不过这时他只有17岁 克里斯蒂安在罗维也召集了农民兵 但是这些士兵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枪支 他们只是觉得自己擅长喝酒打架所以就想硬号召入伍了而已 当战斗开始时 他们就会立刻明白战争的形势已经完全变了 在数场战役中 这些罗维征兆兵都立刻跑路毫无用处 不过丹麦的国力面对北方的各国还是有压倒性的优势 即使战场上露出丑态 战争还是以克里斯蒂安逝世的优势结束 罗维又从北部吞并了一部分瑞典的领土 不过这场战争也暴露了丹麦挪威的外强中干 一拳没打开引得百拳来 北欧进入了争霸期 丹麦 瑞典 荷兰 俄罗斯都有心成为北方霸主 在上一期我们聊到了野心的玛格丽特操作之下 挪威和丹麦成了共同君主联盟 而在联盟中挪威是被丹麦所支配的 随着瑞典的崛起和大海海时代的到来 双方开始围绕出海权益展开争夺 这一期我们接着介绍从大北方战争开始的挪威历史 这里是花扇里 也关注当代和世界的历史演义频道 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 别忘了先点赞订阅哦 马尔卡尔战争虽然以丹麦挪威联盟的胜利结束 但是暴露了他们的外强中干 之后丹麦挪威联盟和瑞典的斗争仍在继续 1643年开始的托尔斯滕森战争中 瑞典军队出奇地登陆日德兰半岛 吓坏了丹麦人 这次瑞典人与当时的超级强国之一荷兰结盟 瑞典和荷兰的联合舰队消灭了丹麦海军 丹麦挪威王国投降求和 挪威割让了耶姆特兰地区和赫里达伦地区 丹麦则是割让了哥德兰岛和爱瑟尔岛给瑞典 之后丹麦挪威与瑞典之间的斗争 从丹麦人试图压制瑞典人 变成了斯康迪纳维亚的霸主之争 又持续了很长时间 不久之后丹麦挪威联盟为了报复瑞典 又发动了卡尔古斯塔夫战争 但是在斯维丹战役中不敌瑞典军队 反而使得瑞典人站稳了斯康迪纳维亚霸主的地位 再然后瑞典试图获得海上的完全霸权 向俄罗斯发烂 史称大北方战争 当时的瑞典国王 是欧洲历史上顶级名将之一的卡尔十二 在战争中瑞典人节节胜利 但是也一直不能彻底压倒拥有强大战略众生的俄罗斯 反而在乌克兰的布尔塔瓦战役中 被俄罗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于是丹麦挪威王国乘机向瑞典宣战 试图收回失地 结果反而被卡尔十二狠狠地教作人 瑞典军队席卷了挪威南部的各个重要城市 丹麦挪威联盟几乎陷入了王国危机之中 但是局势突然戏剧性的反转 在一次瑞典军的包围战中 守城的挪威士兵一枪击中了卡尔十二的头部 当场秘密 瑞典军瞬间群龙无首 双方变成了混战 再之后战争对双方都变成了极大的消耗 瑞典同意了和平条件 虽然丹麦和挪威没能收复失地 但是瑞典割让了交战地区 释放了他们在德意志地区的领土 并且免除了海峡的通行税 从此就失去了大国地位 在宗教改革和与瑞典人斗争的这段时期 挪威的社会经历了巨大变革 人口从16世纪的15万人 增长到了19世纪的90万人 大部分人口都是农民 尽管挪威的农民通常生活贫穷而简朴 但是因为巨大的政策吸引力 导致农民的数量一直在稳步增加 由于连续战争 为了支付战争费用 挪威国王将王室的领地出售给富有市民 这些市民将购买的土地转售给农民 因此挪威的自根农民迅速增加 当然耕地的总量并没有太大增长 所以没有耕地的农民就变成了电农 在自根农下面进行有心工作 这种情况使得挪威农民的负担 远低于当时的欧洲主流国家 这一时期挪威政府对农民征收的租税 是当年产出的4%到10% 作为参考 同时期法国向农民征收的租税 是当年产出的60%到75% 当然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挪威有太多的自根农 还有一个原因是 寒冷的挪威本身农业产出就不佳 光是保有农民生存所需 就已经占了不少的比例 此外 丹麦把挪威农民当成他们的炮灰库 对于扶兵纪的人 免除一段时间的租税 是世界大部分国家自古以来的传统 可以说是人类本能组织方式之一 因此挪威政府不管是设置重税还是清税 大部分人都是免税状态 与其搞得民怨沸腾 不如转而发展城市经济 苦一苦市民阶级和下层贵族 为了发展市民经济 挪威在工矿林业上投入比较多 当时木材是欧洲十分重要的资源 欧洲的主流国家 特别是英国 对挪威木材的需求量很高 开价也相当的慷慨 挪威人以此赚了不少钱 此外这一时期在挪威迅速发展了还有矿业 为了筹集战争费用 政府积极鼓励开发国内的矿产资源 挪威的银矿和铜矿开发速度都很快 为了让市民有收入 挪威引进了大规模的集体捕鱼技术 采用了廉价的盐来制作鱼竿 再出售到欧洲各国 当然海运业也是一项飞速发展的产业 这些年的战争 大部分本身就是围绕航海权力展开的 欧洲的十七世纪 覆盖整个欧洲的大型战争持续发生 三十年战争 英河战争 河南继承战争 伏法战争等等大战接连发生 商人们急于寻找更加稳定的航线 对于欧洲大陆保持中立的丹麦 挪威的海运业 就得到了大幅发展 到拿破仑战争时期 挪威已经成为了欧洲最大的海运国 然而挪威的财税收入虽然提升迅速 但是其中的三分之二都会被丹麦截流 两国作为联盟真正的首都是哥本哈根 这里的发展迅速 但是挪威的行政中心克里斯蒂安一样 也就是现在的奥斯路的发展 却是果足不前 这种情况引发了挪威市民阶级的不满 尤其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们 他们激烈批判丹麦挪威联盟 作为一个国家过于中央集权 要求在挪威建立挪威人的大学和银行 但是联合国王并没有理会这些要求 挪威人的不满情绪也在升级 共同遭受剥削的体验 使得挪威的民族主义崛起 从丹麦的统治下独立的思想开始出现 不过抛开政治层面 整体来说 古代的挪威还是欧洲国家中 普通居民生活相对容易的国家 进入近代大北方战争之后的欧洲形势 发生了急剧变化 对斯堪迪纳维亚地区的国际秩序 影响最重大的 是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 革命后的法国在1792年下 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 直到1815年拿破仑兵办滑铁卢 战乱笼罩了整个欧洲 以英国为核心的反法联盟 对法国势力范围进行了大陆封锁 最初丹麦挪威想要采取中立政策 但是怀避其罪 英国怀疑作为当时最大海运国的 挪威的船只 正在帮助法国运送物资 下令海军可以攻击和捕获 丹麦挪威联盟的船只 事已至此 丹麦挪威的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 也只能站在了拿破仑一边 丹麦挪威开始与英国等反法联盟的国家开战 而挪威因为失去了英国这个最大的贸易国 陷入了物资短缺 同时还面临的是与树敌瑞典的战争 1808年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派兵出征挪威 这是一次灭国级的动员 意在彻底吞并挪威 结果瑞典军队受到了 挪威农民和士兵的顽强抵抗 最终当年瑞典便撤退求和 这种耻辱的军事行动 使了瑞典国内对古斯塔夫四世国王的不满加剧 最终他不堪重压宣布退位 继承者是古斯塔夫四世的叔父卡尔13 但是他登基时已经延迈 并且没有子女 最后卡尔13选定了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将军 作为瑞典王国的王储 他是一位在意大利的战线上 因为对瑞典士兵采取了宽大政策 而受到瑞典国民欢迎的法国人 1810年 贝尔纳多特成为了卡尔13的王储 并且改名为卡尔约翰 由他开创的贝尔纳多特王朝 统治着瑞典直到今日 随着拿破仑在俄罗斯远征中失败 有远界的人都能看出法国大势已去 作为法国同盟国的丹麦-挪威联盟 也感觉到了危机 已经登上了瑞典王位的卡尔约翰 在反法联盟的支持下入侵丹麦 弗雷德里克六世很快投降 丹麦直接把整个挪威都割让给了瑞典 就这样 长达434年的丹麦-挪威联合解体 挪威变成了瑞典的一部分 一开始 因为丹麦王室的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 对于挪威有强烈的感情 瑞典人就允许他在瑞典继续担任 挪威的国王 但是很快 这位弗雷德里克就试图谋求挪威的独立 发动了挪威农民试图反叛 瑞典派出五万军队镇压 弗雷德里克毫无还手之力的战败之后 被驱逐出挪威 但是其实挪威在瑞典-挪威联盟中的地位 要比在丹麦-挪威联盟中时好很多 可能是出于同为斯堪迪纳维亚 穷乡僻壤中烂兄烂地的感情 瑞典人给予了挪威人 作为被统治民族相当不错的权力 这时的挪威不仅可以拥有 自己的国旗和中央银行 而且瑞典的宣战求和等等重大外交动作 在事前都必须经过挪威和瑞典两国议会的同意 日常运行中 挪威的政府系统虽然是民意上重属于瑞典 但是明确规定了 瑞典人不可以在挪威的各级行政组织中任职 瑞典挪威联盟就这样运行了半个世纪 直到19世纪的后半期 随着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发展 挪威开始认真地讨论同瑞典解散联盟的问题 加上许多挪威人认为 瑞典在外交场上维护挪威利益的努力并不好 他们主张挪威应该拥有自己的外交大臣和驻外使馆 为了应对可能的武力镇压 挪威也开始在南部沿海地区建造要塞 并且开始从英国和德国购买武器 1902年有关挪威领事法的协议开始讨论 当然瑞典拒绝承认 独立的外交本身就意味着联盟彻底解体 于是挪威日会宣布成立联合政府 除了工党以外 大部分主流政党都参与了联合政府 并且于1905年通过了有关在瑞典设立领事部门的法案 这种要求已经与独立无异 联合王国的国王拒绝签署 结果挪威内阁总辞职 挪威日会一致通过了 由于国王无法履行作为挪威国王的职责 与瑞典的联盟已然中断了生命 这让瑞典大为震惊 两国进入了战争状态 双方都在边境集结了军队 形势一触即发 不过还是瑞典先释放了信号 不希望与挪威开战 之后两国进行了艰难的谈判 最终达成了协议解除联盟 挪威迎来了来自丹麦的新国王哈肯七世 1905年11月终于成为了独立国家 新生的挪威的外交政策 基本上与丹麦瑞典两个曾经的老大哥一样 采取尽量中立的政策 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挪威表面上采取了中立立场 但是由于传统上与英国有深刻的经济联系 为了避免遭到英国的经济封锁 挪威最终选择与英国维持贸易 停止对德国的输口 自然这种只停留在嘴上的中立是不可能有用的 德国果断将挪威视为敌对国 挪威的船舶也成为了德国海军的进攻目标 战后清算 挪威的商船队有一半以上被德国击沉 两千多名船员因此上升 不过挪威并没有鲁莽的应战 他们继续强调自己的中立立场 至少在军事上不会参战 同盟国也判断 即使将远离主战场的 又是南北纵贯地形的挪威纳入热战 收益也不大 最终挪威的领土没有成为战场 相反的 在战争物资的需求之下 挪威出现了经济繁荣 一批挪威人通过战争投机积累了巨额财富 但是相对的 由于经济繁荣的流通需求 挪威银行印刷了大量克朗 战后出现了剧烈通货膨胀 经济变得很不稳定 为了防止挪威克兰的价值继续暴跌 挪威银行实施了减少货币流通量 提高利率的升值政策 这又使得贷款成本剧增 城市居民们苦劳于偿还债务 资产阶级不愿意扩大投资 农民和渔民更是无法偿还占钱的债务 大批跌落贫困阶级 货不担心的是 从美国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突然袭来 1930年 大萧条传导到挪威 10%的挪威人口要依靠救济才能过活 商品价格又剧烈下降 工资和公共收费上涨 许多企业倒闭 银行坏账越积越多 人们担心资产消失又引发了挤兑 多家银行破产 不过大体上 挪威是受到大萧条打击比较小的发达国家 虽然受到了很大伤害 但是到二战之前 挪威经济已经基本摆脱了危机 各项指标都显示经济恢复的增长 不过众所周知的 挪威这样的小国独自摆脱大萧条 并不可能改变世界趋势 在大萧条的打击之下 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族主义迅速抬头 在这激荡的年代中 挪威到底是会选择法西斯的道路 还是社会民族主义的道路 又或者是维持原有的民族资本主义道路呢 在上一期 我们介绍了大北方战争之后 挪威的历史和社会情况 从丹麦重属国变成瑞典重属国的挪威 却得到了瑞典人的优待 最终和平独立 而后又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 尽管挪威自己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 但是小小的挪威对世界局势的影响太小 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族主义 也迅速的影响到了挪威 今天我们接着说二战到当代的挪威历史 这里是花扇里 也关注当代和世界的历史演技频道 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 别忘了点赞关注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由于贫富差距和经济不景气 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变得越来越活跃 在有些人通过投机赚了大钱 过着奢侈的生活的同时 大多数人还是难以维持基本的生计 此时 俄国发生了革命 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权 成立了消息传来 挪威的社会主义政党 挪威工党加入了共产国际 并且接受莫斯科的指示 致力于在挪威实现革命 然而由于共产国际要求所有的成员 必须服从莫斯科的命令 后来工党退出了共产国际 开始采取更温和的社会民族主义路线 1928年 工党首次竞选成功夺取了政权 上台后的工党明确表示 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过渡 这引起了挪威国内的工商业经营者 和银行家的不安 他们将资金转移到国外 导致了挪威的外汇危机 就像前几年的钱荒一样 这导致了挪威的社会混乱 仅仅14天 工党内阁就垮台了 世界经济危机袭致挪威时 工党主张让全体国民劳动 并且认为即使负债也应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以解决失业的问题 得到了选民的压倒性支持 在1933年的选举中 工党取得了压倒性的大胜 再次上台足隔 选举时 工党与虽然反对劳工运动 但是同样代表了社会大众利益的保守派农民党合作 承诺上台后会扩大对农业的投资 最终以工农联盟的概念获胜 取得联合执政 这一次的工党内阁相当成功 孟尔森领导组建政府 直到二战结束 工党持续获得支持并且执政 这一次的工党政府采取的是温和政策 通过大规模的财政投入进行投资 同时进行劳动者救济 通关经济上实现了产业发展和国际贸易收支的改善 并且他们按照承诺注重解决劳工问题 包括新的社会福利制度 强制八小时工作制 养老金制度和失业救济等等 不过当时挪威还有另一股新势力 不喜欢这种社会改革 他们支持的是当时在欧洲广泛流行的法西斯主义 1933年 以反共产主义 回归传统和民族团结为目标的人 支持维德孔奎斯林成立了国家统一党 国家统一党受到了德国纳粹 意大利法西斯和芬兰拉培亚运动的影响 旨在通过比工党更激进的战斗性的手段 解决大萧条后的国家危机 尽管在30年代的大选中 国家统一党只获得了不足3%的支持率 是个连一个国会席位都没有的泡沫政党 然而这个小小的政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在法西斯的支持下掌握了挪威政权 1939年9月 德国陕坚兰 英法对德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最初挪威试图坚持传统的中立政策 但是由于德国战略舰和潜艇在挪威的北部活动 并且进行商业破坏 攻击英国的船只 因此英国向挪威施加压力 要求限制德国在挪威领海内的行动 挪威事实上倒向了同盟国 虽然挪威在沿海附射了水雷 以防止德国船只靠近沿岸地区 但是英国和法国都认为 德国军队进驻挪威的可能性太低了 因此只有英国向挪威派遣了很小规模的部队帮助防御 1939年12月 国家统一党的奎斯林前往柏林与希特勒会晤 他建议德国应该和挪威合并 共同对抗共产主义和犹太人 希特勒接受建议 下令开始制定进攻挪威的计划 1940年4月9日 德国军队突袭挪威沿海的军事设施之后登陆战里 挪威按防射时开炮反击 从奥斯陆附近的奥斯卡苏沃尔要塞发射的炮弹 击沉了德军巡洋舰部里歇尔号 造成了德军大量干部和特种部队的伤亡 成为二战中一个有名的战绩 不过这并不能扭转战局 不久之后 挪威国王和政府要员逃离奥斯陆 避难到埃尔维鲁姆 不久他们又逃往伦敦建立流亡政府 现在民意上挪威放弃了中立政策 明确站在了盟军一边 但是事实上的挪威 则是抵抗德国战败被征服 成了轴心国的力量 在奎斯林政权下的挪威 除了国家统一党以外的一切政党 都被以各种不同的理由非法化了 行政委员会也被解散 希特勒把挪威视为生死攸关的地区 在全挪威的海岸线 驻扎了多达四万德军 并且布置了强大的防御体系 主要是因为挪威的机场和港口设施 在苏德战争的物资补给中 具有战略地位 此外 法西斯挪威也积极参加德军的行动 约有七千名挪威志愿军 被派遣军援德国 其中的八百到一千人战士 国家统一党政权 通过一些软性的手段 使得成为他们的党员 会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些许优势 这在非常经济时期 取得了极大的效果 挪威国内因为害怕失业 而加入国家统一党的人 络绎不绝 党组织成熟之后 奎斯林祭出了国家总动员体制 将挪威纳粹化 不过同时 挪威市民层面的抵抗也接连不断 拒绝工作 退出工会 拒绝加入纳粹体制的协会等等 屡屡引发大规模的抓捕 农民们的抗议性也不断涌来 他们尤其反感将自己的子女 送往国家统一党的青年组织 国家社会主义青年运动 据说因为奎斯林政治手腕不行 推行时过于强硬 遇到抵抗又过于软弱 导致纳粹体制在挪威建立失败 希特勒对他非常的失望 而在伦敦流亡的工党政府 慢慢重建了挪威军队 挪威陆军和海军 甚至参加了西线战争 北海战士和大西洋战斗 挪威国内成立的地下反抗运动 也被整合到流亡政府的指挥下 进行破坏活动 一些共产主义者也大胆地进行游击战 1944年秋季 苏联军队从北方攻入 收复了一些城镇 但是挪威仍被德军占领 直到1944年9月投降交接 战后 挪威队与德国合作的卖国贼 进行了大规模诉讼 包括奎斯林在内的25名 主要挪威责任人被判处了死刑 也有53000人受到了叛国罪的判决 其中约23000人被监禁 通过与奎斯林一党的斗争 二战后的挪威国民 反而变得更加的团结坚定 在此基础上 他们制定了国民共同纲领 这个纲领具有社会民族主义的倾向 认为国家政府有责任促进社会的发展 并与民间企业合作 推动健康的经济成长 以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 这是挪威作为国家的未来发展的方向 看主要方向也猜得到 这个纲领主要是被挪威工党倡导和推动的 战后 挪威经济得到了顺利发展 他们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中得到援助 工业和海运业飞速发展 直到1950年 挪威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欧洲最高水平 从1960年到1973年 是当代挪威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通过一系列欧洲自由贸易协议带来的利润增长 挪威成为了欧洲最大的铝出口国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铝合金出口国 由于经济发展迅速 和社会民族主义政党主导政局的局面 当代挪威在高税收高福利国家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从1946年 挪威开始支付儿童津贴 1950年率先导入了义务国民医疗保险 1964年 通过社会福利法 地方社会福利服务部门 开始对需要社会资源的人提供帮助 支持他们重新获得独立生活的能力 战后的挪威放弃了一直以来的中立政策 明确加入了西方阵营 冷战刚开始就加入了北约组织 挪威国内有包括奥兰多空军基地在内的美军驻扎 这些是冷战时期西方阵营的重要桥头堡 此外 当代挪威也作为环保先进国而闻名 不过这项工作其实是始于1960年代 在50年代末期 由于过度捕捞 挪威的飞鱼和鲫鱼收获量急剧下降 工厂排放的废水和农业化学品流入了峡湾和河流 又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 甚至森林中出现了酸雨 瀑布 湖泊和河流 也受到了过度开发和发电厂建设的破坏 这些自然环境问题开始受到国民关注 1962年 国会指定了朗达尔斯拉山脉为国家公园 通过了当代先进的自然保护和水质污染治理法案 1972年 挪威又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环境部 现在的挪威仿佛就是白人极左主义者们梦想中的国家形式 但是当然 不管你有没有踏过那片湿山血海 对面的天堂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 当代的挪威也面临着一些公共议题 首先便是石油问题 尽管挪威有振奋人心的环境政策 但它也是欧洲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之一 挪威从1966年开始开发北海油田 1970年开采成功成为了一个石油生产国 1990年的挪威曾经一度成为世界第一产油国和世界第二石油输出国 尽管石油行业并没有给挪威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 但是来自石油出口创汇的收入是巨大的 近年来 由于欧洲开始检讨过度依赖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的问题 目前欧洲主要国家都在努力从挪威获得新的供应 挪威也在增加产出和提高出口的稳定性 虽说北海油田的储量暂时是没有枯竭担忧的 但是石油产业确实在打击挪威努力建设的先进生态 权衡石油产业和生态环境是挪威现在的公共议题之一 其次 当代挪威的另一个主要公共议题是欧盟话题 历届挪威政府都一直致力于要加入欧共体或者是欧盟 自由贸易区将给挪威带来巨大的利益 但是反对的声音在议会和民众层面都非常强大 主要原因是是否将部分主权移交给布鲁塞尔的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争论 也许是出于挪威长期以来主权被丹麦和瑞典剥夺的历史背景导致了反感 此外拥有强势工党的挪威本身也是左派圣地 许多人认为加入欧盟是将经济发展的优先级放到了国内就业 经济稳定和环境保护的前面 与挪威发展刚临不符 也有人表达对强大的德国资本集团过深介入挪威社会生活的担忧 总之在1972年的全民公投中 53%的人反对加入欧洲共同体 1994年再次全民公投加入欧盟议案再次被否决 进入21世纪后 移民问题也成了挪威的一个主流公共议题 挪威从1960年代开始接纳移民 当时的挪威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期 劳动力不足 人才投入产出比极大 因此接纳了很多移民 尤其是来自西欧和美国的专业石油工程师 随后在1970年代 来自巴尔干半岛 亚洲和非洲的移民增加 非熟练工人数量的增加 很快成为了国内的产业问题 虽然挪威一时把移民的标准提高了 新注册移民人数确实减少 但是老移民们将自己的家人和亲戚 接到挪威的需求很大 整体移民数量如滚雪球般不断地增加 1980年代 由于越南战争的结束 挪威以人道主义接受了许多越南难民 这成为挪威的一个传统 在之后的数十年 又接收了很多各地的战争难民 在2000年左右 首都奥斯陆的居民中 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有外国血统 这种迅速的移民增长 使得挪威国内的保守右翼不满 虽然挪威是左派的顺地 但是右派并不是没有声音的 而且他们有一个身边的例子 那就是他们曾经的宗祖国瑞典 瑞典的移民政策 比挪威更加开放 21世纪开始 社会分裂 移民贫困 犯罪率上升 成了这个高福利国家的沉重负担 瑞典反对党一直在呼吁 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 看到这种情况 挪威右派们强烈反对 继续接收低技能移民 此外2011年 一名极右翼的男子 策划了连环爆炸和枪击事件 导致77人死亡 审讯时 他自称这是为了抵制伊斯兰侵略 显示移民问题 在挪威的公共议题中的重要性 在急速上升 自此 我做完了简单介绍 挪威历史的整个系列 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挪威的中央集权制 和民族国家的形成相对较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国家忠诚度也不高 因此在军事方面也并不强大 但是挪威人似乎擅长 跨地区的社会接触 并且在其中发挥个人的力量 对于达成的国民共识 总是能发挥出强大的潜力 当然我个人还是最羡慕 他们那高得离谱的人均税后收入 和高福利社会 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